大家好 我在去年的一些主题教程中 介绍过很多次替代谷歌链接的方法 有的用的是插件 有的是直接修改TRP文件 现在来看那些方法有点过时了 最近这段时间 我做的wordpress网站一直用这个插件 它用极客足的链接 替代了谷歌地址 因为2016年9月份 360的镜像库USESO停服了 之后大家都把镜像库转移到了极客足 后果你们知道的 极客足现在也不快 虽然不快 但是比谷歌压根就打不开墙的多 插播以下给那些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同学 我们为什么要替换 是因为我们在国内不能打开谷歌字体 谷歌GS公共库这些东西 但是呢 wordpress很多主题 特别是国外主题 它用到了谷歌字体 谷歌的既然是国外主题 那怎么办呢 国内有一些服务商 比如说之前的360 现在的极客足 他们 静向了谷歌的 公共库 这个插件的原理 是把谷歌的一些链接 替换成极客足的链接 后面的都一样 因为这些酷是相同的 在此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插件不是万能的 不是所有的主题都需要这个插件 比如你的网站是一个外贸网站 面向的是国外用户 那么他们不存在谷歌链接 被屏蔽的这个原因 所以说就不需要这个插件 如果你安装了这个插件 国外那些人 他还要跑到极客足 去下载一些文件 反而会让它变得更慢 还有 现在有很多主流的新主题 对谷歌的依赖 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比如最近使用 B主题做的网站 即使不安装这个插件 速度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前台检查页面 没有发现谷歌的链接 还有那个newspaper主题 它的前台 只有一个谷歌字体的链接 可以通过修改主题的一个文件 把这个链接给它去掉 这样即使不安装这个替换插件 前台页面也不受谷歌的影响 但是wordpress的后台 特别是有一些编辑器 它需要调用谷歌的链接 如果没有这个插件 打开编辑器会非常的慢 好了 这节课就和大家聊到这 我们下节再见 拜拜